那录制聚集,上一次上课我们也讲过啦,就是第一个你可能要先把这个功能找出来,我应该没问题啦,开发人员里面的录制聚集 第二个是说我希望录制出一个,两个按钮,一个按钮是关乎自串的一个聚集,按下它自动帮我完成 第二个是按下它自动帮我清除,就两个按钮 那这两个按钮的话呢,做法一样 第一个你可能最好先彩排一下 第二个的话呢,就开始录制,它会帮你把程式录到你的那个module模组里面 然后呢,你可以再把它变成一个按钮 所以我基本上我们假设要把这稍微做个复习 第一个的话呢,我们一样先到我们刚刚做完的这一个这个档案里面 然后呢,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原来的工作表 就是下方这个工作表,再复制一个,那再复制一个的话 我习惯是拖拉的时候呢,顺便按Ctrl键 把它再复制一个,名称取作叫聚集好了 拖拉的时候呢,顺便按Ctrl键 它会自动帮你再产生一个一模一样的那个工作表 拖拉记得按Ctrl指的是你要复制工作表 这样的话方式会比较快一点 比你之前在什么,按右键复制的会快很多 所以我习惯一直拉一直拉 反正每一次上课,不同版本你可以做不同练习 然后呢,把D栏到G栏资料先删掉 因为我这边不需要了 那这边的话,我刚刚漏掉那个减下 把它插入那个ifl 这个我把它补上一下 那如果说我要录制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先彩排一下 那彩排基本上游标一样是放外面 然后点这边一下 游标再放资料编辑的打个勾 然后再向下填满 这样就完成了第一个按钮了 所以基本上第一个按钮呢 就是1放进那个B2储存格 上面资料编辑的打勾 就是录制那个公式帮我录进去 再来向下填满 大概就只有三个动作而已 那另外呢,清除也是一样 游标放在B2 Ctrl Shift向下 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资料呢整个向下 Ctrl Shift向下 就是向下整个选举按Delete Ctrl Shift向下 Delete 这样的话呢就是清除 所以呢如果我要产生两个按钮 一开发人员 二录制聚齐 那我第一个按钮的话是叫什么 叫 呃,也许名称 这边可以叫什么 刮狐自串 哦 聚齐 OK,假设这样 按个确定 那你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表示说你要开始录制了 所以你等一下做的 任何动作呢都会被记录下来 也会被帮你写成VBA的程式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游标先放在 B1 不对,我的公式不见了 所以这个NG NG怎么办呢,没关系 可以停止录制一下 所以我要把刚刚的公式先叫回 否则我等一下没有公式 可以给他录 所以再一次 录制聚齐 那个名称 我看一下 刚刚的 他也会 也会录 也会帮我把它产生 只是里面我还没做 好 再来一次 录制聚齐 再把公式 这个名称 先把它输入上去 叫 刮狐自串 底线聚齐 按个确定 那因为刚刚我有录制过一次NG了 NG重来 如果名声一样 他会跳出说你要不要取代 那我把它取代掉 按4 好 那第一步游标放这边 B2储存格 所以他会录Range B2.slater 第二的话 游标放资料编辑也打勾 他会帮我把这公式 输入到B2储存格 第三的话 向下填满 点他两下 OK 这样的话我就完成录制 停止录制 第二个动作的话 就是在 录制一个什么呢 一个聚集 是清除 所以也许是 清除聚集 或者是 叫清除聚集 类似像这样子 好 按确定 那清除的话 1游标放B2 2的话呢 Ctrl Shift向下 向下选取 Ctrl Shift向下 好 3的话按Delete 完成 完成 完成的话把它停止 好 那你会发现在 具体里面呢 就会产生 两个 我们刚刚录制的 你可以试着执行看看 执行 有了 清除 也有了 OK 那有了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做什么呢 你就可以针对他 当然你可以编辑啦 因为总也可能会想知道里面到底写什么 其他写的东西 有没有 Range B20类似 然后其实好像基本上跟之前录的 还蛮像的 所以基本上 甚至以后如果重复出现的东西 你可以不用重录 干脆把上个礼拜东西拿来改不就好了 但是你要知道说改哪些地方 这大概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呢 记得就是说在这边插入一个按钮 把这边做一个按钮 拖拉一下 插入表单控制项的按钮 然后呢 第一个按钮是刮乎自串的聚齐 我把名称复制一下 因为他出现是按钮1 那如果我希望改成其他名称的话 我就把这个按钮 刮乎自串的聚齐录的 然后把同样 因为我要希望底下那个按钮长一样大 所以我把这个按右键复制一下 再底下贴上一下 再去修改什么呢 把这个按钮按右键 再重新指定他的那个名称叫清除聚齐 所以把第一个先选取他 然后选取清除 名称也复制一下 按确定 把这个名称呢 也同步修改为那个清除聚齐 那最后当然就验收了 按下他 他有没有输出呢 有了 有没有清楚 也有了 所以基本上呢 录制聚齐大概的流程 其实跟之前做的法差不多 所以只是说你把这些流程 把它转顺一点 那以后的话建议是用在你工作里面 只要会有重复的地方 就可以把它产生我们需要的这个聚齐 那聚齐做完之后 当然因为这个是他帮我们写的 再来下一阶段 就是你要自己去写 那难度当然更高 那怎么写 上礼拜有做过 然后其实也是延续上个礼拜的东西 然后呢 第一个等于是有点复习 第二个 再会增加一点东西 每一个礼拜 每个礼拜 都会比每个礼拜 还要稍微再更困难一点点 就有点像爬山一样 或者有点像爬楼梯 步步高升 每一次每一次会更更进步一点 好 那这个录制聚齐部分呢 请各位先再试一下 然后呢 另外也把这个聚齐哦 再拖拉一下好了 拖拉按卡兽键 把这个工作表再多一个VBA Enter一下 第三阶段 我们就是要什么呢 自己来撰写 一个VBA VBA部分 那修改聚齐部分的话 主要就是说修改那个向下 追踪的那个部分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也有提到就是说 如果底下欠占到第10列 但是如果你用录制聚齐的话 你如果增加到第13列的话 你会发现它这个还是到第10列 那清除还是在第10列 所以怎么办 还记得吧 我们这边可以怎么样 就是让它变成不要是固定的 关键是在这个10 有没有 这边只要有看到B10的地方 就要把这个10的位置怎么样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一个自动侦测的那一行 还记得吧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呢 可以试试看 有没有 我上个礼拜加了一个什么 有没有 一模一样 这个很重要 因为每一次如果你修改完 你那个列数一定都不是固定的 有没有 本来是录制的话录到第10 对不对 那现在在第13 也许将来会在第16 也许会更多 所以如何让它向下追踪呢 这个功能很重要 我是建议 以后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公式先记起来 因为这个是必要的 你只要录完聚集 第一件事可能会遇到这个 向下的列不对 那我之前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在这边增加一个R的变数 这个变数是自己取的名称 R等于什么呢 向下追踪 哪一个追踪呢 从A2开始吧 就是RANCH 你打一个RANCH 前刮弧 A2 后刮弧 其实就是 意思就是 游标放在A2 然后Ctrl向下 点 点下去之后你打个1 1之后的话它会自动出现 1开头的 其中有个AND AND指的是 我这个储存格的哪个方向的尽头 AND 然后你可以点它两下 前刮弧 前刮弧之后的话它会出现有一个方向 就是你从A2出发之后呢 假设你要向左向右向上向下 其实都可以 那你要告诉我一个方向啊 那我告诉他说 你帮我往下 所以XL档 后刮弧 电 那他再来问你说 那你要什么东西 好啦 我已经帮你跑到最下面了 那请问一下 我现在已经到那里了 你希望我 什么东西给你 我要什么 那个列 是第几列吗 所以我希望呢 第13这个讯息给我 那列的话呢 那在VBA里面 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属性叫RAW 所以你这样的叙述完之后的话 他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去得到你现在最最向下追踪到的结果 那其实可能各位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就是说 在VBA里面其实他是利用物件 这个物件实际上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说你现在 这个Range A2 这个储存格你可以去控制它 怎么控制呢 透过类似像物件的概念 让它向下去帮你追踪 追踪到之后呢 会把这个数字怎么样 帮你找到 帮你丢回来到R 这整个流程 实际上就是那个VBA的精髓 因为用物件的方式去帮你控制 那也就是说以前 Excel里面呢 你用滑鼠键盘才能做的是 会用你的眼睛用人看的 现在请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类似像用程式的方式去帮你运行 它会回来给你一个资料 你把那个资料先存在哪里呢 存在这个变数里面 R的变数里面 假设回来是13 那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修改的方式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10 你可以把这个10delete掉 然后游标移动到那个双引号的外面 记得因为我要串接一个列数 所以记得一个end符号 那end符号在VBA里面 前后一定要有空白 所以特别说我前面要跟这边要空一下 然后呢 后面呢也要空一下 然后我空一下做什么呢 再加个R R的意思就是说 本来我原来是第10列 那因为我要向下追踪 所以一开始程式先去抓到它在第13列 然后呢第13列抓到之后 再把B后面的列串接一个R 它就13 就变成B13了 那这个好像上礼拜都有讲过了 所以我再把这个 把它直接 这个也复制一下 那这个10的话呢 把它delete掉 那一样呢在这个后面再串一下 好 基本上的话呢 这样子就完工了 我看一下 这边多一个 多一个这个双引号 OK 把它拿掉 这个结构 反正它这个 所谓的字串一定是一对的 只有前前前前面一个 后面不能两个 前面一个的话 后面也要一个 我刚刚好像多了一个就不对了 OK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一对的 如果有错误它会跳红色字 所以你可能自己再检查一下里面的错误 那清除的部分也是一样的 好这样的话呢就OK了 如果我将来 增加的列数我们试一下 基本上向下填满 OK了 把它跑到这边 清除清除OK 如果再增加三列的话 把这个 试一下 贴上 看一下它会不会再往下吧 按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它就非常的听话 到哪一列 它就自动追踪到哪一列 那如果你要减少的话也OK 比如说你要再把它减少为10列 删掉 向下追踪 有没有到第10列 所以这个可以自动去追踪的 还蛮方便的 那关键的地方呢 实际上就是在 这个地方 加一个R 这个写法跟我们上个礼拜写法 是一致的 但是跟讲义写法有点不太一样 讲义里面 我好像是直接把这个东西放在R的位置上 也OK 两种写法 这种写法 我是觉得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如果你两边都放一个很长的东西 对同学学习上面感觉会比较不容易 因为我在讲义里面的写法是 就是把它直接放放这个 放这个 把原来那一个东西呢 应该放在R里面的 那我直接放这 两种写法都可以 那至于哪一种比较简单呢 好像看起来 我自己是觉得说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写会比较简单 OK 这个的话 试一下 那请各位呢 一样帮我产生什么呢 产生那个两个按钮 这边按下去 可以清除掉 OK 这里的话 试一下 嗯 你 嗯 ỉ